大家好,欢迎回到Crypto Tricks 相信大家最近也关注了Crypto市场价格的整体在上涨的这个过程 比特币一路从三月初37,000刀左右的价格持续增长到了47,000左右 然后以太坊也同样从月初大概2500刀左右的低点一路做火箭上到了3400刀 这背后的原因我最近也跟Gary进行一些讨论 然后一会儿他也给我们带来一些insights 这一期视频我们将会重点来讨论一下以太坊2.0升级后的估值 同样也是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 在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解了加密货币挖矿的两种机制 一个是Proof of Work和Proof of Stake 并且也给大家列出了以太坊2.0升级的时间线 从POW升级到POS后头 这也意味着就是以太坊的体量还有它的生态的变化 那我们就今天就基于Coinbase发布的对以太坊2.0后估值的 这条新闻出自雅虎金融说是在受访的美国人中有53%的人认为加密货币将是未来的金融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左边这幅图显示 在25到34岁的美国人中比例达到68% 35到40岁的美国人中仍然有61%的人相信未来的金融其实就是加密货币 相信随着加密货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在富有机器人的年轻人群体中也急速上升 而且我们看到右边这幅图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人中有接近20%的人声称自己有投资过加密货币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新闻 MicroStrategy准备取出2.5亿美金 并且将这笔钱用来购买更多的比特币 顺便说一句 这笔贷款是MicroStrategy用比特币作为抵押物所贷出的一笔钱 我们说到了刚刚说到购买那个MicroStrategy购买比特币 我们上周也说到同一个新闻就是Terra Foundation准备花100亿美金购买比特币 并将其作为UST的一个储存货币 这条新闻说目前为止已经大概满了13亿 也就是说进度条大概在13%左右 很多朋友会有疑问就是谁会这么傻还没有买 就先高就说出来 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 拉高然后再出货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Terra Foundation的一个钱包 看看Terra到底有没有像信用上说的一样买了13亿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Terra Foundation的一个地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址 大概注册在两个月之前 然后两个月之内 它总共收到了30700多枚的比特币 总共价值是12万那12亿8千万 将近13亿说这条新闻还是蛮准确的 就是说我们我们也会把这个钱包的地址放在我们的那个下方的评论区 欢迎大家去查看 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Terra Foundation的一个 购买的一个进度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个持续的报道 下面我们再看第四条新闻 这条新闻说是美国财长耶伦 说比特币可以作为一个健康的事物存在 要知道耶伦以前对比特币的态度可以说是嗤之以鼻 他在2018年曾说过他不是一个比特币的忠实用盾 并且指出了比特币要作为货币 在转账方面存在的一些致命的问题 但是这次和CNBC的采访 他却展现了自己对比特币的一方面积极的态度 并且认为比特币在支付系统方面带来的创新 将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事情 耶伦态度的转变其实也是渐渐暗示了 美国政府对比特币态度的一个转变 这件事的积极意义完全不亚于 Tera Foundation购买的100亿枚比特币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接受这一新鲜事物 并且要将这个新鲜事物占为己用 这是我这周看到的最积极的一个信号 外观你觉得呢 对所以根据我觉得就是说像Tera买的那个 就是一个是Tera买这些币嘛 然后比特币 然后再一个是政策 在政策还有政治层面上 也是一些比较利好的信息爆出来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整个加密市场的上涨 也是跟这几个原因吧 比较有关系 对然后所以是我们也看到更多的这个利好的新闻出现 然后来扩大整个加密市场的对世界的影响力 对那下面呢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这个Coinbase这个文章研报中的两个模型股值 然后呢我将介绍 第一个也就是叫这个annualty bond的一个model来去对以太坊的未来的价格进行了一个估值 那在上一个视频中呢 我们也讲到讲了这个ETH的这个merge 然后呢如果没有看到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弹出了这个弹窗观看上一个视频 然后呢 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也讲过这个挖矿的方式的改变 然后还有这个POW和POS的区别 然后以及这个以太坊为了增强其可扩展性的也就是scalability 还有它的容量来使用这个POS的机制 那也就是讲minnet与这个baconchain的合并了 那这一次升级的实际会对挖矿啊 然后价格还有这个应用产生多重的影响 那我们就是借这个Coinbase的这篇研报中对ETH的两个估值呢 两种模型的估值呢 去来探讨一下 然后它这篇文章的名字实际上叫就是ETH staking post merge 然后yield estimate和risk 它就是考虑到中间的这个risk 还有它的这个yield背后的return 那它也是主要是对这个以太坊质押的奖励比例和 和奖励比例和这个价格进行了预估吧 所以它Coinbase认为呢 就是在主网与信标链合并之后 也就是merge完成以后 以太坊网络的质押收益率可以是从4.4% 现在4.3%到5.4%左右的这个APR 增加到9%到12%左右 那当前的这个奖励 基于向这个参与者发放的ETH呢 是以履行这个验证职责 然后但未来的这个奖励呢 它其实是将包括所有的这个净交易的费用 也就是这个手续费 然后但是不包含它的基本费用 是因为被burn这个base费是被burn的 然后来cover这个提升的这个奖励比例 但在合并后呢 这个网络执行升级之后呢 参与者是无法提取这个质押的ETH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最最佳对这个 这个以太坊的估值呢 第一个是用这个年金或者是永续债券模型 也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annualty bond的model 那第二个是叫这个用dcf 也就是discounted cash flow 那可能大家很多做金融的人都比较清楚 然后是这个叫贴线现金流的这个分析的一种变体 然后呢那我来讲一下这个第一个呢 也就是说其实是假设ETH会类似于这个永续年金的这么一种机制 因为目前什么时候提取这个质押呢 提取质押奖励还有本金呢是不知道的 所以它可能会受制于这个ETH质押余额 这个staking reward也是会变化的 然后但是它本身是一个永续年金的这么一个机制 在目前的这个测试的bacon chain上呢 这个已经开始质押的ETH 产生的奖励比例大概在4.3%到5.4%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质押100个以太币 一年后你将获得差不多4个到5个的比太币 那根据coinbase的预测在2.0升级完成之后呢 这个比例也会达到9%到12%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左边这个图中 这一列就是最后这一列Total Rewards in Percentage APR 然后他给出了三种情况来预测 就是会产生的这个奖励比例 在这个根据他给出的这个图中呢 那就是说首先这个Effective ETH Balance 第一行这个是指的是在网络中有效质押量的 有多少以太币 然后他这个Net Transaction Fee呢实际上是就是网络中 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然后他把这个他在这个模型中他assume 这个Net Transaction Fee是用是fixed 是不变的 然后他是利用6个月前的这么一个平均值 来去做这么一个估值 然后这个Base Rewards Factor 其实是指这个Bacon Chain的就64条平行链条 也作为一个考量 然后Total Rewards呢 则是按照当前有效的这个以太币的质押量 然后会生成的作为奖励的以太币的数量 那由于越多的以太币质押量会导致奖励比例降降低 也就是说越多人参与会导致这个红利越少了 所以Coinbase给出了三种这个预估 就是根据这个质押量的这个一个一个算是预测吧 所以目前的Merge在Merge前呢 这个ETH的总质押量差不多是在950万枚左右 也就是Sanary One 然后呢根据质押量分别增长至25%或50% 那第一种给出估值奖励是作为差不多算出来是低劣的这个12.2% 然后呢第二个是增长目前的25%以后 这个会产出大概这个奖励比例为10.2% 然后第三种是增长50%之后 整个整体的这个体量增长50%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8.9%的这么一个reward比例 那OK那我们看完这个Merge对这个以太坊奖励的质押的奖励比例预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利用永续债券模型对ETH价格的这个预估是多少 那这个这个地方用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公式吧 在这个公式中呢 P0是以太坊的初始价格 也就是这里用的是以太坊近几年的平均值的3000刀为估算 然后呢 S是这个上桌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三种不同情况下这个奖励比例预估 然后也就是左边这个total reward in APR 然后呢这个R是实际上是目前以太坊 现在以太坊上你去质押可以得到4.82%的这么一个比例 这个是作为一个最低的return 所以来去预测 所以我们把这些数字带进去了以后呢 我们会这三种情况下会得到三个price 所以第一种第一个是7000在7500刀左右 然后第二个是在6300刀左右 然后这个snare3的话是我们会在5500刀左右 那根据这个三个控制看到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probability weights 得到一个average price 这个是因为就是coinbase 对他觉得可能第二种和第三种发生的几率 在未来发生的几率会比较大 所以他给了更多的权重 所以最后我们得出来一个price 就是在6149刀 这个就是他对在merge之后 这个以太坊的价值的一个预估 对 所以下面这个Gary会来介绍第二个模型 感谢Michael介绍的第一个模型 我们第二个模型 它其实是一个贴线现金流预估未来以太坊价格的一个模型 就是通过预测未来若干年的自由现金流 并用恰当的贴线率 通常我们认为就是加权平均资金成本和终止计算 这些现金流和终止的一个限值 从而预测出合理的公司的价值和股权价值 现金流贴线法分析了一个公司的整体情况 既考虑了资金的风险 也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一种固执方法 在这个模型中 我们假设以太坊的当前价值是P0 P0是3000 跟刚刚Michael是一样的 那个staking reward SE 就是scenario1 是10.2% scenario2 为8.9% 而为我们的资金成本 这里我们假设以太坊每年的折损 就是通胀比率 设为4.8% 即是股息的期望永久增长率 这里我们设为负的0.5% 个人投资者 从投资以太坊 获得收入的根本来源是股息 所以 投资者的当前价值 等于其未来所获得的以太坊 限值之和 通过把这些变量带入模型 二种我们得到以太坊的均衡价值是在5000 五千刀左右 通过两个模型 我们可以看出以太坊的均衡价值平均是在5500刀以上 比现在当前市场的3400刀的价格还是要高上不少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以太坊现在以太坊的价值现在还是一个被低估的状态 但是以上的分析完全是基于两个模型来进行纯数学的计算 并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 当然这两个模型它也是有弊端的 第一就是这个模型没法预估在此间会有多少人将质押的以太坊取出来 而且第二我们也无法预知这个以太坊2.0它的研发进度 还有以太坊2.0是不是会延期 这些都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变量 所以我们无法代入这个模型去进行计算 另外以太坊的质押率会随着以太坊的一个质押量 有着细微的变化 刚刚我们麦克也说到了 这都将影响我们最终得出以太坊的一个均衡的价格 OK 所以就是根据两个模型的我们也看到 差不多目前我们可以预估就是这个比太坊目前的价格 以太坊目前的价格是被低估的 然后它可能会project到5000左右 就是这就是今天我们其实对大家带来的一个分析吧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呢也突然想说想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叫crypto tricks 这个名字来源呢 其实是受这个matrix黑鹤帝国的这么一个启发 然后呢在黑鹤帝国中有有非常经典的这个blue pill 还有这个red pill 那蓝色的这个药片代表的是对这种就是重复 而且保持满足的无知的生活就是加以顺从 然后而这个红色药片实际上代表的是来通过学习啊 然后追求潜在有风险 但是又可以追求真相和的这种生活方式 那我们选择是take the red pill 相信你关注我们的channel呢 也是跟我们做的同样的选择 不希望活在满自满自足的生活中 而是要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去探索 然后挖掘世界的本质与真相 同时我们还可以获得很多好的 就是我们带来的比较好的这个投资的一些动态吧 然后包括一些知识 所以如果你选择关注我们呢 那恭喜你成为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 然后接下来我和gary会给大家带来更多高质量的这个内容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